双北台风贾成政治秀!他很飙,他X的! 马力台风北北基放假不同调,10日柯文哲先宣布下午4点以后停班停课,造成北市交通大乱,晚间人在国外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不甘示弱,加码宣布11日新北市停班停课。 今年第一个侵台的台风就引发放假与否的政治秀,新北市议员何博文在脸书暴怒发文抨击朱立伦与柯文哲,他X的不食人间烟火。 何博文认为朱立伦和柯文哲炒作台风放假议题,合成图记者记者林静民社。 何博文在脸书上发文,各自本位主义、天龙国的思维,害惨了所有双北市民、上班族、学生、年轻双心辛苦的父母亲。 这场放假秀,双北手掌各有盘算。 一边急着讨好民众,另一边盘算要当另一个风和日丽,预测神准的柯神。 何博文认为,放不放假,都没意见,也都尊重,自己唾弃的是双北手掌无法整合,各自没证,整惨的是在不同区域上班,上学的双北市民,什么叫贴近基层,接地气。 何博文昨日脸书发文怒标双北手掌,突翻设字何博文脸书。 何博文暴怒标双北手掌,有网友回应新北市有市长吗? 荒腔走板,但也有网友说基农市也没放假,看来台风家放不放,已经不是单看气象局公布的风速跟雨量这么单纯。 马力台风北北极放假不同调,10日柯文哲先宣布下午4点以后停班停课,造成北市交通大乱,晚间人在国外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不甘示弱,加码宣布11日新北市停班停课。 今年第一个亲台的台风就引发放假与否的政治秀,新北市议员何博文在脸书暴怒发文抨击朱立伦与柯文哲,他X的不食人间烟火。 何博文认为朱立伦和柯文哲炒作台风放假议题,何成图记者记者林静民社。 何博文在脸书上发文,各自本位主义、天龙国的思维,害惨了所有双倍市民、上班组、学生、年轻双心辛苦的父母亲。 这场放假秀,双倍首长各有盘算。 一边急着讨好民众,另一边盘算要当另一个风和日丽,预测神准的柯神。 何博文认为,放不放假,都没意见,也都尊重,自己唾弃的是双倍首长无法整合,各自为正,整惨的是在不同区域上班,上学的双倍市民,什么叫贴近基层,接地气。 何博文昨日脸书发文怒标双倍首长,突翻设字何博文脸书。 何博文暴怒的脸书发言,有网友回应新北市有市长吗,荒腔走板,但也有网友说基农市也没放假,看来台风家放不放,已经不是单看气象局公布的风速跟雨量这么单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